在泰国除了佛教与孝道 对国王的爱也令人印象深刻 国歌更是融入了每个人的生活 每一天早上八点与傍晚六点的两个时段 在泰国的车站、捷运、学校、电台等 都要演奏国歌 甚至连满满人潮的夜市也不例外 听到的每个人都必须礼籍面向国旗树立 戴帽子的人也必须脱帽以示尽艺 就算是摊贩正在炒拔泰 或正在打果汁或是烤玉米 所有人都会停下手边的工作 望向有国旗的地方里正站好 国歌播放前五分钟 会有人开始广播说话 让我们来感受一下泰国国民对国歌的尊重 omon 旗大利 圣经 现在我们来感觉到一天 两分钟 优优优独 played 纨团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次有机会来到泰国 听到国歌也要立正站好哦